大家好,我是盛梦芬 我是2019届BCU护理专业实践的硕士毕业生 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 研修期间,我选择了个人、团队及组织管理这一课程 这一课程核心内容就是IBA的理论与实践 当我用IBA理论来看待自己及团队后 个人和团队的感情行为变得更加的清晰易懂 曾经,我常常为自己过分帮助他人 护士自己的需求而感到懊恼 但当我了解自己的性格主导力的排序是HCIO 我就理解了 我的最高主导性格是H 意味着我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人的需求 并及时地支持和帮助他人 是一个尽量避免矛盾的和平主义者 再加上第二主导性格C的趋势 我的行为富有思考、逻辑性和计划性 在了解这一点后 我不再关注在安徽时间上 而是接纳这样的我 并且在护理患者或者是和工作伙伴相处时 充分发挥各性格中的积极性 因而经常受到细心专业等等的夸赞 在了解自己后 我试着用IBA理论分析团队成员 试着用不同的行为语言和不同主导性格的人沟通 一切变得有迹可循 比如在和团队高I成员沟通时 我会将事情精简地呈现 并由他做决策 事情及沟通则会变得轻松而愉快 而在和我一样高H的同事沟通时 我会尽量多地解释 并关注到人的感受 而非规则或程序 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利用IBA理论稍稍转变方法 事情变得简单而有趣 IBA理论真实地影响了我 以及我对待团队的行为 非常感谢这门课程 让我更了解自己 并用理解和推动的眼光 看待他人的情感和行为 获得有效沟通 欢迎你们加入IBA的学习与实践 为管理自己及周围能 赋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